因为六代机的话 因为现在五代机都才刚刚发展成熟 中共的歼20跟中共的歼35 那美国的F22跟美国的F35 这都是逆中战机 那第六代的话要比第五代要更强 有四个要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美国是出来钱的问题 我们先讲美国 美国空军当初的要求三家 一个就是诺斯洛格鲁曼 另外一个洛克希的马丁公司 另外一个是波音公司 这三个公司来设计第六代战机 然后将来美国空军 就要选其中的一个 美国先拨这些研发的经费 给这三家公司 大家来共同来设计 但是问题是美国空军没钱了 刚才讲到的是 刚才讲到哨兵的弹道飞弹 叫做义勇兵 那都要钱 最重要的 美国要订100架逆中的B-21 B-21的逆中轰炸机 一架就要7亿美元 你这100架要700亿美元 这只是一个我们讲阳春机 那你后面的这些后勤补保 包含备份件还没有算进去 那怎么办 钱不够 所以暂时先终止 把跟波音讲 跟跟洛克希的马丁公司 还有这个诺斯诺普格鲁曼 这个先不要 你不要说这个钱 我们先不要拨 这个研发先暂停 那中国大陆 他就要继续做研究 那第六代战机 跟第五代战机在哪里 第一个超音速巡航 大家是一样的 都会超音速巡航 油门不要开到最大后燃器 放在军用就超音速了 推力够大 那中国大陆 他现在已经 歼20已经开始换涡散事物了 所以推力 应该问题不大 那第二件事情 它一定是光电感测装置 换句话说把所有的 空中的动态 感知能力增强了 所以空中的所有的空中动态 掌握了1200 不是只是说 只是相位阵列雷达 相位阵列雷达 是第五代战机的标准配备了 那个第六代是相位阵列雷达 加上先进的光电感测 就是我们讲电子光学的相机 都出来了 把所有的空中的动态 不是只是一个雷达回波 也包括影像 是影像 也会包括是一个轨机 它是影像出来 影像出来 就是自己的小指挥中心 对 这是个影像 你那个飞机的敌机 那个相对的那些敌机 影像出来 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样子 它把你影像做分析 所以第六代战机可以这么说 可以设计为可以有人在飞 也可以进入无人的飞机在飞 就跟我们讲的 美国是不是F-16 对 可以变成无人的 就类似这个样子 第六代战机 我这一个任务 高风险我派没人 我设定进去 你这个是将来的 这个起飞模式完毕之后 进入对海诈射 或者对地攻击模式进入 你都设定进去 它自己开始执行任务 所以第六代战机 特性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下 第六代战机的时候是 要无人机来搭配 这一架飞机出去的时候 旁边会有中程寮机 或者是从它飞机放出来的 这些无人机出来 跟它一起协同作战 不是自己单兵作战 它旁边还有指挥这些无人机 来搭配它来作战 这无人机已经变成 我们讲动态感知 跟它是链接在一起 受这个有人飞机的 第六代战机做指挥 它可以下指令 对这些无人机的中程寮机 对它搭配 是攻击呢 还是做禽收 还是为它做 这个我们讲的空中防御 是这个样 所以是有人机跟无人机 混合在一起 是这个样 换句话 等个动态感知 又更深一层 所以我们可以看了 整个六代战机的 它的整个状况 已经是进入智慧系统 那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美国是因为钱不够 很停滞了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可能游刃有余 既然第五代战机完毕了 那趁势就往第六代战机去布局 所以中国都是走得很快 看得很远 如同帅将军常在讲的 外来战场 得多花一点想象力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六代机 该怎么办呢 来接下来下一张 导播给我下一张 我们来看 所以美国现在的重心 放在哪里 F35 它不断的有升级版 请教帅将军最近又说 有一个诱敌神器 他说呢 F35现在啊 它又要采购一个新的 诱饵发射器 长得这个亮云的 这个诱饵蛋 据说它长得很像 来这边 很像一个汽水罐的 小型诱饵蛋 它里面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内建了一个 数位射频的记忆干扰器 然后它可以模拟 F35战机的雷达讯号 也就是说 遍敌机 哎呀这个才是F35 你去追它吧 这种概念 争取F35的逃生时间 F35战机还配备了 一个脱异式的诱饵 还有一个电子战的系统 这都是反制的装备 有层层的防护 为了就是避免F35 又被打一架少一架 张军 因为现在F35 是美国主力机种了吧 对不对 那既然性能不能再提升到 F22以上 六代机以上 它就要把现有的飞机保护好 那现有的飞机 传统的就是说打那个发热弹 你看很多空弹片的围码打出来 可是那个发热弹呢 只能诱导追热 热杆系统的飞弹 现在的飞弹有好几套追踪系统 有的是红外线 有的是追热 有的是追影像 有的追你的频率 这个小罐头里面装的 就不是一个热源的问题了 它可以给你扶置一个 跟F35一样的资料打出来 你去追它吧 对不对 我想你观众已经看过 很多好莱坞电影里面 突然不知道几个角度投射 就出一个真人在你面前一样 跟你讲话什么都可以 这种就是一个浓缩板 浓缩板 它就是给你制造 所有你打飞机飞弹的手段里面 要的要素我都具备 那我扶置出来一个F35 让你打 那真的F35就跑掉了 这边顺便我还讲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 刚刚张家宇也讲了六代机 它五代机已经是很贵了 你想美国F2C为什么停产 太贵了 太贵 现在六代机初步估价三亿美金 也太贵了 作战不一定完全是你高性能就主导战场 我常常跟你讲 战争一个是直一个是量 我一个对一打不过你我二对一 二对一打不过你三对一 现在为什么搞无人机呢 一架飞机你不信你问张将军 除了有攻击敌人能力 还有保护自己能力 驾驶舱也有钢板 因为保护这个驾驶员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很多防护性的 无人机就放弃了 对 拼命三郎 打掉就算了 打掉就算了 我再来多来几架 想尽办法来攻击你 所以未来战场 是不是六代机的天下 不一定 为什么我带了这些忠诚聊机 我数量够 价钱便宜 现在战场上很多趋势是这样子 很多 你看印度也在搞轻战车 胡塞组织 对胡塞组织 拿那些便宜的东西 配一个小火箭 就把那个海峡 海峡就给你 所以我跟你讲 台湾常常讲非对称 我跟你讲 非对称就要学这个叫非对称 不是说我们拿这个动员的兵 拿来打这个AK步枪 上演非对称 不是 非对称的观点就是说 它的性价比是什么 你像打到刚开始 大家都在眼睛看 几代机几代机 俄乌战场上是一五五大炮 对呀 对不对 打回石器时代 因为战争形态变了嘛 所以这个问题 对 大陆唯一的优势是 我做六代机也好 五代机也好 我的人工比你便宜 我的生产链比你便宜 美国现在是已经穷到说 刚刚研发出来一东西 一算成本放弃 对 它的NASA太空的战计划 放弃 F22放弃 那个什么船 书瓦特舰 高科技 放弃 没钱就不要谈了嘛 对不对 何况 这个钱不是一条两条的问题 战争准备是要准备量 你们把二十大战的战士看看 飞机一天可以干掉一两三百架 对不对 俄乌战争一天可以 整个战争打下来 一万多量 一万五千多辆坦克没有了 量啊 所以这个东西 做一架没问题 试验一架也没问题 可是你要做出几百架 几千架你就有问题了 对 所以为什么美国没钱 它以前五千多发的 盒子飞弹 都已经老了 七八十岁了 是啊 你要能用 要不要给他全身换装 对 那个钱你没有 你凭什么跟俄罗斯 跟中国大陆打这个盒子平衡 所以那个钱要用 这边又要换F-18 又要换航母 又要换六代机 哎哟 美国不是 都是钱堆出来的 所以讲 为什么川普那么急 到处收保护费 难怪啊 对不对 所以让你讲出重点了 这关键是钱嘛 money talk 他没有money他谈什么 所以贺锦丽就可以用他 你骂我 American happy again 我也可以 不搞这些了 把经济搞起来 大家happy again 我才不怕 你要骂我happy again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